网络方宁的连接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需要 或者是说 老师有时候会把 网方开给学生使用 那在Unity下怎么去连 事实上 它的指令是很简单的 就是 我们用档案中管 去开网方 网方的话 smb 写线 user 小老鼠 ip或者是donate 它的指令是 算是容易或者是 简单,但是因为 如果叫小朋友输入这个 会很辛苦 所以于是 个人就写了一个小程式 就是说老师你先把IP设好 那我自动 会让你 这个指令会自动帮你产生 那怎么做呢 在我们的应用程式里面 在系统里面 有一个 网路方宁的设定 找一下 网路方宁samba 网路方宁samba 你选择你要连线的方式 你要连线的方式 我要连线选择samba 或者你也可以设定ftp ssh也可以 看你喜欢哪一个 那我选择传统的 大家很多人在Windows下很喜欢用的 网路方宁 确定 请你输入IP 那我这边我用我学校的NAS 确定 这时候他会要求你输入有管理权限的密码 因为这个是系统设定 所以你必须要有管理权限的密码的身份才能执行 那我给他我的密码 他告诉你说设定完了 在网路的分类中 那学生怎么使用呢 学生不需要到系统这边来 学生你只要到应用程式里面的网路 网路里面有一个 网路硬碟 这支程式 如果你觉得他常常要用到 你可以把它复制到桌面来贴上 这样子学生他就可以直接可以用 那他使用的方式就直接输入 在这边图式上按两下 输入他的账号 比方说我输入我的账号 然后这里他会马上就会秀出 你看这一台网路方宁他分享资料夹 那如果你要再进去的时候 那假设我要进出示文件 他会要求你再输入一次 要解一个钥匙的密码 那我这边输入一下 然后 这个时候他会再跳出使用者 你继续再打一次使用者 然后输入密码 一般我们是会到登出前都会记住 那你也可以立刻按住密码 你也可以选择永久记住密码 那我目前我都会选择这个 按连线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利看到 网路方宁上的资料 那你不要呢 就直接登出 直接登出 一样我们这个按钮非常好用 不再需要去特别去找哪里登出 符合我们自己操作习惯 选这个登出 那就结束了 那下次还要再用呢 一样再按按住 按这个输入账号 再来一次 又出来了 那我再按一次出示文件 再出示文件在这里 他已经进来 不要就选择 离开 这样子可以让你很方便的使用 网路硬点 使用上把来分享你的资料给小朋友 或者小朋友资料要存进来 再来一次 不要紧口 要不要小朋友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一层个看 再来一次 你会把抖放 sang 小朋友 你 再来一下 我可以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